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趴在你的肩膀 透过窗帘的遮挡 静静欣赏 滤镜中鼓光 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 需要懂得调色曝光 我想手牵手 站在你的身旁 看穿时间说的谎 拆掉阻挡在思维里的墙 就像我们的心灵一样 需要直到保持清爽 拥挤的街向 时光匆忙 影子摇晃 路灯微亮 故事才刚刚开始 我们的小日子还长 想一起牵手去远方 有能量当然站马 站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邀您观看小日子 这是一个快节奏的时代 从北京飞到拉萨 只需要四个小时 高铁时速达到了350公里 人们似乎适应了这种节奏 一切都很着急 急着超越 急着到达 急着相爱 急着再见 生活在大都市里 每天从早到晚 疲于奔命 处理着分支派来的邮件 随时回着微信 打着电话 应付着那些 无休止的离婚 没有空档 没有间隙 人生好像只有一个案件 快进 我们疲惫又忙碌 焦虑又幸福 我们没有时间 思考 没有时间记住 我们的生活 变成了一点五倍速 一点五倍速的生活 很快 很华丽 也让我们疲于应付 无法安静 我们需要慢下来吗 唐先生 你要来画廊 正如午休我不在 要不您稍微晚点过来 我一会儿就回去 好 我们一 found thebour team 喂 江总 这不午休阿 在外面办件事 你说 你说 好 提前了 对 我在见客户呢 一个重要的客户 我竞拍过来啊 叶铮的山上 铮梦卦 山上 爱你 好风 anche 高凉的女 初次见面 我是不是还不客气了 你还可以 再不客气一点 风吹那个草点 青山那个 风吹的声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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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